相信大多数人都曾经幻想过成为一代大侠 中国人对于行侠仗义这四个字简直没有抗拒之力 大家对内心中的江湖充满期待 渴望有一天能够遇到一个智者或者乞丐 他们会称赞自己 年轻人 你的潜力非凡 是个武术奇才 然后随手赠予一本武林秘籍 自此在江湖中展露头角 畅想英勇与正义 过上自由洒脱的生活 甚至能够轻松越过十米 如同梦一般 轻功飞檐走壁 水上飘移 这些技能信手年来 在古代武林中 有一门令人向往的绝技 那就是轻功 轻功身姿轻盈如燕 行动优雅四线 轻功不仅仅是一项身体技能 更是一种超越尘世的武术境界 充满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 在文学作品中 武侠小说家们赋予了主人功们 超凡的轻功能力 他们能够在崎岖山路上翻山越岭 轻松自如地穿梭于高山峻岭之间 如行云流水 无论是跳跃 飞檐走壁 还是水上飘移 轻盈行走 这些刺激的场景 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轻功的神奇和激动 通过特效 布景和摄影技术 电影和电视剧 生动地呈现了主角在崎岖山路上奔跑飞跃的场景 仿佛真实发生 这些场景不仅凸显角色的超凡功力 也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震撼和愉悦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门神秘的技艺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黯然失色 消失于武林传承的舞台 我们不禁要思考 为何这样一门神奇的绝技会如此神秘的失传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 轻功 如其名 是一种身姿轻盈 灵巧敏捷的武术技艺 其独特之处在于使人在运动中达到超越常人的速度和高度 甚至可以借助树枝 屋檐 绳索等外物实现飞跃 翻转和悬空等动作 轻功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古代狩猎 为了逃避野兽或追捕猎物而形成的本能 有人认为它是古代道家修炼中提升身体素质和气功水平的方法 还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武林中为了争夺名利或保护正义而发展的技巧 不管起源如何 轻功作为一门历史悠久 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的武术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反映了他们的审美观和情感 轻功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初的轻功可能只包含一些基本的跳跃和翻滚动作 以适应自然环境和生存需求 随后 轻功逐渐融入呼吸和内功的修炼 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再后来 轻功开始展现出奇特而高难的动作 旨在展示个人的才华和风采 轻功的发展也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 地狱和门派都有各自的轻功风格和特点 比如 少林寺的轻功以钢剑有力 气势磅礴为主 武当山的轻功则以柔和灵动 变化无穷为主 而眉派的轻功则以轻盈飘逸 如仙如梦为主 等等 轻功的发展也见证了许多传奇和故事 一些轻功高手凭借惊人的记忆成为武林中的名人和英雄 尽管轻功曾经一度辉煌 但近代却逐渐示威 甚至失传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 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轻功会失传呢 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 轻功的练习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 轻功的练习需要一定的空间和设施 如山林 草地 河流 桥梁 房屋等 这些地方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撑和弹力 使练习者能够自由跳跃和翻转 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这些地方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 水泥路面 钢筋混凝土等 这些地方不仅空间狭小 而且硬度过大 不利于轻功的练习 甚至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此外 现代社会的法律和秩序 也不允许人们在公共场所随意进行轻功练习 否则可能被视为扰乱社会治安或侵犯他人权益 因此 轻功练习者 很难找到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练习 其次 轻功的练习方法和理论发生了断层 轻功的练习需要一定的方法和理论 如呼吸法 内功法 物法 身法 力法等 这些方法和理论是轻功的精髓和灵魂 也是轻功传承和发展的基础 然而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 许多轻功的秘籍和传承被摧毁和湮灭 导致轻功的方法和理论出现了严重的缺失和断层 使得轻功练习者很难找到完整和正确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练习 第三 轻功的练习动机和目的发生了改变 现代人有多种选择来满足不同的目的和需求 为了保护自己 他们可以仰赖政府和社会 为了表演 他们可以利用特效和技术 因此 轻功的练习者很难找到强烈且持久的动机和目的来进行轻功的练习 第四 练习轻功所需的饮食要求 这项技艺要求修炼者经历长时间的艰苦训练 掌握特殊的生活方式 其中包括对饮食的限制和对烟酒的完全禁止 修炼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甚至需要从童年时期开始苦练十几年 甚至二十年才能看到成果 这是一种非常艰辛的努力 普通人难以承受 他们必须经历长期的负重练习 跑步和扎马步等基本功训练 以打磨出轻盈的体态和身体的灵活性 实践证明 掌握轻功需要耐心和毅力 远超出寻常人的想象 修炼者必须从基础功夫开始 逐步培养身体的力量和灵活性 只有通过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刻苦训练 才能使身体达到轻盈的状态 这种修炼方式 注重基本功的打磨 通过重复锻炼 来增强身体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在童子宫阶段 练习者需要培养坚韧的意志力 忍受长期的艰苦训练 成功掌握轻功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也使这项技能变得更加珍贵和稀有 而且轻功修炼者的生活极为严苛 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饮食规定 有时甚至需要限制自己的食物摄入量 以确保身体的敏捷和轻快 对于烟酒更是绝对禁止 因为任何毒素都可能对身体机能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生活方式的要求 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 第五 关于轻功的概念 人们或许存在一些误解 在现代社会 科技的迅速发展 以及武侠小说的热门 导致每个人对轻功都怀揣着自己的幻想 这种幻想主要受到影视剧的影响 人们或许认为古代的轻功 应该拥有飞檐走壁的神奇能力 甚至可以在半空中自由飞行 然而 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武侠世界之间 存在一定的差距 古代的轻功记忆确实非常精妙 但与影视作品中夸张的场景有明显区别 实际上 轻功更多的依赖于身法 颓法 步伐等实用技巧的精湛掌握 而非超越自然法则的先术 因此 对于轻功的理解 或许需要在幻想与真实之间 找到一种平衡 探索古代武术传承的实际内涵 无论如何 轻功仍然是我国一门神奇而神秘的武术 它曾经令人惊叹和敬佩 也曾让人怀念和遗憾 尽管已经失传 但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会消失 仍然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 对此 你对轻功有何见解呢